老花一美字一答回答一下初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花儿发来的是一个发财数 你看还能拯救一下吗 初宝发财数有两个怕 第一个怕呢怕太阳光的一个暴晒 再一个呢怕冷怕特别的冷的那种 另外呢初宝我看到你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的温度是怎么样 就两个原因啊 一个要么就是过晒 要么一个就是过冷 还有一个呢我通过这种瘦弱的一个叶片也看出来了 它是有一些缺肥的 好吧主要是这三个目的 现在要救的话没什么大必要了 真的没什么大必要 也很难救回来了 也不是说不能救回来 也能救回来 好吧你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得换土 修剪 然后重新当成千叉那样 放到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 让它再重新长叶子 只能这样子了好吧 下回注意吧 我看你还是剪过 应该是前段时间剪了 又发黑了 应该是伤流的那种感觉 哎这个臭宝啊 早不剪晚不剪 你非得等这个时候 好多话都说等病入高荒了才来找我 你像一直奉劝大家 你们没事多刷我视频 你就是一般人刷他二三十个就会养花了 刷个两三百个就已经说是养花很上道了 你就再笨着那个人牵头猪 猪鼻子上挂个手机 你让他把那一千个视频拱完 他也会养花了 你看下个错宝又发来的是个发财数 无数次的说发财数 你站着长那么长干什么呀 他长得那么长 他营养根本就供不上 而且呢又是一个水培 水培里面呢 他营养又不是那么全面 有的话说我加了营养液这那那的 水培的营养液 你像好一点的 你像这种花这个十一号类型的 他也不能完全供给所有的营养给他 明白吗 尽量的该土培还是土培 你要水培的话可以考虑半水培 像这种就是得修剪 然后呢施肥 有条件的话转到土培里面更好 修剪剪得很短 剪到很短 剪到很短 就是你差不多只留 只留五分之一的高度 其他的全部剪掉 然后该试飞的试飞 下个错吧 说老花姐你好 看我这个绣球什么了 是太晒了吗 这个绣球还行啊 长得还挺好的 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是不怕晒 你那边是不是 比较热的地方 它有两个毛病 一个是过晒 还有一个是过长 你没舍得修剪 其实呢你现在 咱说 你把这所有的脑枝条给它剪掉 它下面新长出来 你看着那种小小的 它今年长出来 比你现在的这个老枝条还要大 这个是真的 绣球是最不怕剪的 就像我昨天跟我们新来的主播 也是老师讨论了个事 我说绣球是最不要脸的一个植物 它开花开的不要脸 它不光是上面开 它下面还开 而且这种新的呢 还喜新厌旧 新的长得比老的还快 剪啊 该剪的剪 然后呢别让它太晒了 你们可以加成沙窗网了 如果说你单独养绣球的话 或者说稍微朝里搬一搬 让它短一点的日照 你要是狠心的话就剪 不狠心的话就试点肥棒 下个花手说 看看这个长寿花 那会是一直唯唯迷迷的 有点水大了 多给点光照 适当地拿捏一下控水 表面盆土的 表面的盆土挖出来一部分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等到下回剔干的时候 追一波肥料 别的没啥 长得挺好的 下个错 我说 我的叶片从上盆之后 一直煎枯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屋里边有暖气 花是冬种型 你家 你这是什么花 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这个是法师吗 臭宝 这个是什么花 我现在我都看不出来啊 像个大萝卜似的 又不像法师啊 你这太难为我了 你就长成这样了 我真的看不出来 看不太出来 你像这种情况 是怎么个回事呢 营养的回收 多肉它有这种特性 然后我看到你的一个 很多的嫩尖都这样了 你是不是用了肥料啊 是不是用了肥料啊 你像大家伙在换盆的时候 从这个盆换到那个盆 尽量的半个月之内 先别施肥 让它去适应 新的盆头环境是最好的 这个臭宝 你下回再追问一下 那看一下下个宝贝 说这个三角梅 长了很多心芽 他说为什么 新长的叶子是红色的 这很正常 很正常 你像我生下来 小时候也是红彤彤的 人家说 哎呀 是不是火神下烦了 不是 小时候就那样 你看长大了也变黑了 小时候就这样很正常 第二个呢 他说 这些是花苞嘛 我想让它多点叶子 要不要把花苞给它掐掉 不用 最好是追求一种自然的美 好吧 不用管它 你现在你养的已经很棒了 三角梅还有个名字 叫光叶子花 你要它长那么多叶子干啥 咱们养花不就为了看花吗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来翻尔赛的呢 没法事 羊青好的 羊青好的 很棒一棒 nice 好了好了好了 这个三角梅的花手 不要翻尔赛的 懂不懂 这还叫问题吗 我这老花一 养花最任意 不要不说 接点赞 明天见 白了